- 哇! - 哇! 真咬很久,我看到後面在追 大家好,我龍爺 那我今天來到了下谷漁港 這是在台北的一個漁港 在巴黎區 那今天滿潮剛好是正中午了 所以真的很熱 現在天氣越來越熱了 突然才3月 後來釣魚要記得再多點水 才不會種水 - 哇! 帶著根魚乾 2000型的捲 今天都用米諾來釣 那用米諾釣 看看有沒有竹梳或是刮刮 下谷漁港這個地名滿特別的 這邊位於新北市巴黎區的西部 從清末安日治時期前 這邊就被稱為下谷宅 那谷宅其實是台語 鯊 就是漁網的意思 應該在當時下谷漁港是 漁業還不錯的地方吧 那到了現代 下谷漁港被台北港包圍住 就像是大商港裡面一個小漁港的感覺 滿特別的 那下谷漁港對面一直有在做新的建設 像我前面這個大廠房 就是做離岸風店的 現在綠人產業真的很行啊 我是滿支持離岸風店發電的 產能源的同時 地劑也會變成大型人工魚膠 那不然台灣西岸這邊 進岸底全都是魚沙 黑色的那種沙子 很難會有魚會想要定居在這種地方 有了這些離岸風店發電機之後 讓違法近岸下往捕撈的漁民 撈捕困難度增加 就可以讓近岸海洋生態多一點喘息 真的好處多多 足說這種魚在幼魚時 喜歡積極在淺礁或是河孔 攻擊性挺強的 看到鵝就想墜 像現在這邊水滿透明的 在拼光眼鏡往水裡看 就可以看到兩三隻在石頭上伏擊經過的魚 那我這邊米諾操作的方式 是丟下去大概會大抽個三四下 主要先讓牠先注意到 然後再順手 只要牠有注意到 足說這種魚大概都會來養 好兇膽這樣 哇 中了足說 耶 嘿 起來了 終於中了 用了這個 小米諾 中了這隻足說 這隻有 二十 四十 四十五公分左右 好啦 成功在台北中了足說 比南部少了一倍以上的足說 但是呢 能夠在台北釣到也是不錯的 這隻拉力也不錯 而且咬得很兇 那我們再拼拼看有沒有辦法 哇 連中 又一隻 剛剛中那隻下一竿馬上就中了耶 真的咬很兇 我就看到後面在追 他追了之後 我稍微放慢一點速度 他就咬上來了 沒想到就讓足說連續兩隻這樣上來 那還會有再第三隻呢 我們再來吃看看 好 要一隻足說 這隻比較小一點 這隻應該是 二十 四十公分 四十公分的一隻足說 足說後面有黑一點 你看牠牙齒 牙齒 放回去 放這邊 等牠恢復一下 牠咬就會游走了 OK 我對於南部釣大竹說 用水管我是覺得蠻天才的 是誰想到我這種想法 想出這麼特別的夾餌 而且上面還裝超多山楂溝的 但水管長得一點都不像鬥仔魚啊 長得超奇怪的 完全看不出來是在模擬哪種生物 這種有很多尖牙的魚種 都喜歡在獵物的肚子或尾部攻擊 而且又咬中獵物就會甩頭 所以用山楂溝是最適合對付這種魚的 竹梢大概都生活在比較熱帶水域的地方 像以日本來講的話 通常都在比較偏南部 像九州以南到沖繩都有機會釣到 那台灣就是大概都在西安這邊 那竹梢在金梢魚科裡面又是最大種 在日本牠的名稱也蠻酷的 它叫鬼梢的意思 聽起來就很兇喔 那這種魚呢 因為牠食物鏈的關係 體內會累積一些熱帶魚毒之類的 所以最好不要吃太多 像之前在日本1949年的時候 東京就有發生那種集體中毒 就是因為吃了很多體內的一些殘留毒素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在日本這種魚是沒辦法在市面上販賣的 所以要吃的話最好不要吃太多 最後一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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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隻蜗 看看有多少 掉了 可惡 掉了 掉了他還把我米諾都拿走了 線也斷了 被抹到了 失誤失誤 掉絲枝也算是足夠了 那天氣因為現在幾乎是正中午了吧 所以很熱 不要再掉了 掉絲枝也算是完夠了 那今天都是掉到竹梭嗎 那今天掉到的竹梭 大概都是30到40公分左右 這種小竹梭 那他還可以長到一公尺以上 所以 我就把它放回去 讓他長大再給南部的人掉 那來這邊 輕輕鬆鬆玩這個也蠻不錯的 大概都用3到4克 然後 5、6、7、8公分 的這種米諾 好啦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我們 下次見 拜